花楼卸人内幕被曝光 并不是自愿退出 毕竟试冠奖金有点高 试冠的奖金大家也知道 这三年以来 这奖金是一支一支 对吧 越来越多的 那肯定这个 教练他也不想走 九尾跟TTG合同成了一个问题 很难继续在TTG打比赛 妖刀笔记事件被GG再次提及 不代表翻番被测踏 伴随着试冠小组赛全部结束 KPL队伍进入短暂的休赛期 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赶紧刷LV三体人的熟练度 比如AG就特别需要练英雄 而试冠正赛开始前 GG爆出了多个大瓜 首先是谈到了花楼卸人的内幕 并不是自愿退出 毕竟试冠的奖金很高 这时候离开好像有点吃大亏 并提到SK教练最快明年就会付出 花楼卸人了 是吧 你听的是啥内幕 我听到好像不是自己想走 按理来说 就盘个逻辑 你说教练带队伍 就差那么一步 这是第一个点 对吧 第二个点 试冠的奖金大家也知道 这三年以来 这奖金是一池一池 对吧 越来越多的 那肯定这个 销链他也不想走 对吧 那这个 我个人感觉 可能确实不是自己想走 所以还是想在成绩上有个突破呗 对 就是他这个还想突破一下 E-Star后来怎么说 SK能回来吗 这个得看这个状态怎么样 这个有个好消息对吧 今年这个 我可能要当叔叔了 明年的时候 这个得看明年 然后谈到九尾跟TTG的合同 如今已经没有母队特权 只有续约特权 意味着相同条件下 九尾大概率要留下来 并且基本上不可能在TTG打比赛 九尾今天生日 还吃了一个大瓜 有点小离谱 九尾最近好像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史太龙尾上咋了 听说好像跟TTG的合同好像有个问题啊 合同是啥 就是合同到期了还是别的啥 听说是到期了 但是呢可能在续约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听说 TTG好像有这个续约的优先权 这个这个是这个应该叫母队优先权吧 这个好像这个很多这个了解了 了解我们这个选手的或者队伍的 应该也知道这个母队优先权嘛 但是现在改了不叫母队优先权 又叫续约特权了 现在已经叫续约特权了 所以现在在不在母队没有关系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 如果是条件一样的话 可能就要留在这个定计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九尾有可能在TG打比赛吗 这个我觉得以目前的来讲有点难 最后就是妖刀笔记事件重提 GG明确表示有笔记的存在 并且会提到很多关键点 但不代表翻翻被刺了 只能说一些个人习惯被窒息 确实是容易被压制 毕竟翻翻跟妖刀的关系本来就好 又做了这么久的队友 熟悉他也正常 妖刀的笔记 这有笔记这个东西吗 笔记这个会有 你像我当年打比赛的时候 也会有记录笔记 比如说 你都记了什么 节奏点 那篇定你每个版本它开局不一样 你要记你自己的节奏点 还有什么笔记 注意事项 有的时候你在一些不该死的地方 尤其训练赛啊 死亡了 你就会选择去记录一下 这些危险的地方 包括说敏感的 我们说看比赛一般什么 十分钟啊 对吧 包括开局的抢东西啊 这些笔记你都是要记的 为什么 这一句话怎么讲 好记性不如那里 你肯定要记下来 你反复的观看 你在脑子里才有印象 总的来说 GG爆出的新瓜 也不能完全就说明 花楼是被辞退的 久尾跟TTG同样有缓和的余地 就像无谓跟hero一样 只能说吃瓜不姓瓜 不然小傻瓜 虽然GG是圈内人 但是真正的大瓜 哪有这么简单就曝光 大家觉得呢